哈囉 各位 大家好 俗話說的好 打鐵要撐著 那在同一個時間呢 我要發上來的第六款的影片 這一款 也是電影工作室系列 第四款Rochet 這款就是 當然你可以叫它飛輪 吉輪 飛輪海 衣冠都可以 隨你高興 Rochet 那這一款 在作為電影第二集呢 就有陣王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電影工作室系列呢 它這個系列只是為了要還原 這個電影裡面的比例大小 那當然有沒有還原比例大小 我是不知道啦 那盒子呢一樣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盒繪 然後它有一個18個變形步驟 那這一款呢 沒有意外的話我稍微Google了一下 確實它也是新開的一個模具 那 那 確實啦這款玩具玩起來呢 感覺也蠻爽的 有一定的爽度 那有一些設計結構上呢 我是覺得非常的特別 一樣跟各位分享 但是還是很積累的呢 它使用了像這樣子 沒有辦法收納的一個武器 那這個電鋸的地方 當然 這支呢 比之前幾支好在它這個數據 這個電鋸的地方有 地方可以讓你放 在做一個人型跟車型都有 但是呢很像 竹心亭 坦白講 也不是一個很實際的武器 那 那 刻畫來講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 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算很精緻 但是 真的沒地方放就很可惜 如果是像這樣內藏在身體裡面 不知道該有多好 可惜就是沒有 OK 那玩具本體呢 就各位看到這樣子 一個 非常帥氣的老臉 應該是像老人家的臉 等一下 對焦對不住啊 煩死了 像這樣子 一個老臉 然後一樣就是 電影工作室系列的一個 專長就是它身上一些機械細節 各位看一下 那一個青蘋果色呢 搭配這種機械細節 感覺就很跳通 那後面一個很大的一個大背包 不過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類似燕尾服的那種尾裙的地方 當然這地方其實如果再多做一個 可以收納的會更好 可是它就沒有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經費的關係吧 然後玩具就像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啦 可是為什麼會變長腿酥酥呢 它電影一的時候明明就是一個 玩具上來講 那 Volge Class給它一個很壯碩的體格 可能是我的印象停留在那種 壯碩體格的時候吧 那人形形態的可動性方面呢 頭可以像這樣左右旋轉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一個上下可動的關節 這是一個軸關節 非常可惜 手臂呢 可以像這邊有一個關節 可以向上讓它稍微抬舉 那這裡可以做一個旋轉 它把關節開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是可以旋轉 不過可動度就會因此受到很大的限制 這比較可惜啦 那手呢 這裡是一個額外可以旋轉的一個旋轉關節 然後呢 裡面這邊有一個 軸關節 是這一節可以做一個摺區 這裡手臂也有地方可以做一個摺區 所以可以超過90度的摺區沒有問題 是這一款犧牲的這個地方之後 帶來的一個很大的可動度 那拳頭一樣沒有旋轉的關節 然後手指頭 特別要介紹的是它總共有1 2 3 4 5 它是像這樣子分開的 這樣子拿的 這是這樣的動作 算很特別啦 然後呢 沒有腰轉 因為這邊有一個卡扣扣住 然後 等於是一個變形結構的設計 所以它並沒有一個腰轉 這也是很可惜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Long的零件 我不知道這是拿來幹嘛的 在變成機器人型態的時候 它是必須往下壓的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分開 可是我覺得分不分開 是好像對它這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過它竟然叫我分開 我就分開吧 然後呢 腳的這個骨關節呢 是一個球形 就是可以左右踢腿沒有問題 前後都可以 不過呢 這個關節剛拿到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鬆的 這次我還加固之後 它才會變稍微緊一點 不過還是很鬆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橫向的關節 也可以稍微做一個旋轉 但是會被這裡跟這裡擋到 所以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動度 那膝蓋這邊就必須要多說了 它就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匯 所以它腳可以折去超過90度 這是比較欣慰的地方 對 然後腳這邊可以有一個前後左右球關節 那所以下半身就只能靠這個地方來做彌補啦 這裡是真的很糟糕 剛好卡住 那整體而言呢 可動度來說 這隻就跟上幾隻比起來 就沒有比較好 坦白講沒有特別的好 單純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新開發的模具 所以就是可以玩它的一個新的變形結構 那造型上就是這樣子 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波羅說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變形結構吧 因為洛莉巴說太多 各位想看的東西都看不到 OK 那再跟各位聲明 這一款呢 因為它是新開的模具 所以有些地方真的很特別 各位一定要很認真的看 很特別喔 OK 首先呢在變形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先把 藥物後面這一個地方把它解開 這裡有一個卡扣 它會把這個輪胎 扣在這個後面一個黑黑的卡扣上 你可能現在看不到 可是你買回去就會看到了 Yep 然後這裡呢把它翻開 那這邊有一個孔 就是要把這個黑黑的卡扣 扣進去這個孔裡面 然後呢這裡再給它翻開 卡扣先不要扣好了 然後我們再來整理 像這樣子先準備好 OK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跟各位繼續介紹 這裡把它扣上 然後把身體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卡扣分開 分開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這裡 我們要把 中間這一塊 身體的地方 做一個旋轉 把頭部轉進去下面這邊 做一個旋轉 這個是之前好像沒有看過的一個變形結構 這裡 做一個旋轉 可能是我孤陋寡文的 我確實好像沒看過這樣子的變形方式 以這一隻來說啦 頭部我們先把它旋轉 這是我個人要做的啦 我發覺 官方的方式轉過來 就是臉會一直朝著前面看 感覺很詭異 很詭異 所以我選擇是把頭先轉到後面去 然後旋轉 這裡轉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頭就會隱藏在 車子底面這邊 這還蠻酷的啦 這個設計還蠻酷的 就不是用一個 這邊就沒有一個虛位了 整個就很漂亮 然後呢接下來 腿部這邊我們先來變形腿 再來變形車子這邊 後面這邊頂蓋我們先把它打開 然後在旁邊stand by 腿呢就我剛剛說的 把腳折去到這個角度之後呢 這邊會卡在這裡嘛 然後這邊有一塊擋板可以翻過來 在翻過來之前呢 我們把腳這一塊 做一個旋轉 讓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往下壓 這邊會有一個凹槽 就是槽到裡面去 這個凹槽就是為了要放這個地方的 這個青蘋果色 這個凸起來的零件 我們要放在凹槽裡面 然後這邊有看到有一個卡扣 這個卡扣呢 就是組合在這裡 像這樣壓好之後 這一塊車門 後面的車板就會 這樣這樣子變形完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折疊 這裡把它旋轉 然後壓下來 讓它變成這樣子 車板把它蓋上 扣起來 像這個樣子 然後左右是不是你看這樣 對起來就是一個凹槽了 可以把這個放進去 那我們就不囉嗦把它放進去吧 閃過去之後呢 把這個零件放進去 然後這裡把它稍微壓緊 像這樣子 然後車子上面 剛剛說的那個卡 那個凸點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壓起來 像這樣子 OK 然後最後我們來變這個車門 跟 輪胎的地方 這邊有個卡扣 我們把它卸開 卸開之後呢 這個地方 會扣到這裡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卸開之後呢 這個輪胎 做一個旋轉 把這個假的車燈的零件 轉進去 車燈零件在這裡 這是在做一個機器人型態的 一個假零件 轉進去之後呢 這裡把它 帶過來 變這樣子 就整個車門的地方 然後這隻手 因為運用到一二兩個多段關節的 一個 變形 把它像這樣折曲起來 這樣對上 然後呢 車頭這邊有一個 這個地方 是軟的 你可以把這個零件 塞到這個裡面去 像這樣子 然後收進去之後呢 塞進去 順著塞進去 然後扣上 這邊裡面有一個卡扣 小小的卡扣 要組合在門板這邊 一面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一樣我們再做一次 卡扣扣著的地方 打開 輪胎 把假的這個零件翻進去 後面的輪胎跑到外面來 然後呢 運用一個二段關節 把這個手 收納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 收進去 然後扣上 然後這一款 飛輪胎 極輪 就變形完成了 像這樣子 那比較可惜的是呢 像這邊 這邊 跟這邊 這是完全 它沒有做到一個 其他的收納 這邊 所以這台車子 就 一整個 感覺來講 破碎感是比較重的 確實是比較重的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真的是比較不OK的地方 不過 就一個 第一級 Dlex的大小 豪華級玩具的大小 你要不要選擇原諒它呢 那就看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 算了啦 最近 最近對這些東西 除非 它設計的真的很爛 不然 這個分數其實我是不會 因為這邊把它打得太低的 收納不了 收納不了 算了啦 但是變形結構來說呢 各位剛剛這樣看一輪下來 是不是感覺就是比較 新奇的 因為跟之前它出過的這款 這款 這款飛輪呢 極輪 衣冠 又有其他不同的 感覺 那 車型其實啦 扣掉這個地方跟這裡 就還算蠻飽滿漂亮的 確實是還蠻飽滿漂亮的 電影二系列的呢 它後面這邊是一個 有點像吉普車的後面 可以載人的後倒的地方 那在這邊是直接把它變成整個 就是一個後車門 可以打開裡面 可以放 人的地方 那上面有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狂派的mark 跟一個紙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什麼意思 看一下 從這邊看起來 好像才是對的 看一下齁 各位稍微看一下紙 然後塗裝也很漂亮 基本上 用了最少的塗裝 來達到這個效果 是覺得還OK 那這一個武器呢 我說過 它在車子型態上 也可以搭載 你可以把它插在 在車子的旁邊 讓它在地上摩擦 也可以選擇 在輪胎後面這邊呢 給它插去 讓它變成 Gakikota 對 竹心亭這樣子 隨你啦 當然我是覺得 不插比較好看 我是個人是覺得 不插比較好看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整體來講 這一款 把變形跟造型 還有一個 關節的強度 還有可動度 跟武器的收納 我們做一個總結 這款是比較糟糕的 大概就是65分左右 唯一能夠65分撐起來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 很不錯的變形結構 把這個分數撐起來 我個人是給它65分啦 當然 可能你會給它的分數 會比較高 這當然是不一定的 可能你玩的時候 會覺得 這個其實還不錯啊 很新奇啊 當然 隨人 你覺得 好 那就是好啦 那如果你覺得不好 那就是不好 對 就是這樣子 這麼單純簡單 OK 那電影工作室 目前我手邊擁有的呢 就是 各位 看到了這樣子 我一鼓作氣的 在這兩天 把所有的 我自己擁有的 全部發上去 當然絕是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呢 我再拿 如果不想看的話 就不要發了 對 那 像這樣子 那大小呢 基本上跟之前 推出的車子 是差不多的 第一集 比例上 就是不對的啦 但是看個人 個人覺得 好不好啦 到底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對的 反正個人看 覺得好不好 就隨人了 就 不多做 觸解了 OK 那如果 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就幫我 在影片下面 點個讚吧 那如果這支玩具 有什麼其他 不知道不理解 想知道想理解的呢 就可以在下面跟我聊聊天 我們可以做一個互動 OK 那 呃 如果你喜歡我這樣子 影片的介紹風格 跟 一個感覺的話呢 那就可以在下面 幫我點個訂閱追蹤 好 那記得開個鈴鐺 你就隨時隨地 看到我更新影片 那這一次是因為 我趕著這個電影 工作室 因為大家想看 坦白說 我一開始不想發啦 所以大家想看 我就 在這個時間點 一鼓作氣的 都發給各位看 那發完之後呢 這些電影玩具 我說的它不會在我身邊 停留太久 OK 那如果你喜歡呢 就自己上網去買吧 好 然後 呃 你必須要欣賞的是 電影工作室 它在 玩具的形態下 它會給你很多 很特殊的細節 像這邊 因為它沒有上色 所以我實在沒辦法 跟各位介紹 好 這個是工具 破壞工具 跟那個鏟子 還什麼之類的東西 它會放在車子的上面 像這個地方 這些都是一個裡面的細節 一些破壞工具的細節 但是沒有辦法 無奈 這支它都沒有上色 所以你都是看不到的 你只能夠自己買回去玩具之後呢 細細的品味 它上面的一個設計的 好像這個Wileser的地方 你要自己買回去才能品嘗 才能慢慢的感受它的好 好 那這樣子光看影片呢 其實你是真的感受不出來的啦 一定要花錢買 那電影工作室這個系列呢 坦白講 除了那一支之外呢 我其他都非常的推薦 都很推薦 推薦各位去買 那當然各位也知道 影片上呢 已經剛剛看到一些 FB上有發 它的一個 電影工作室系列的 第14款的樣子吧 這它的 鐵皮 最新的鐵皮 那當然 我個人看是覺得 好像還不賴啦 可以買 我畢竟還沒有拿到實際商品 我不能嘴它 那MPM呢 在同時間 它也要推出它的一個 鐵皮了 那大家的選擇 就會更多了 選擇高貴不貴的MPM 還是選擇一個 電影工作室系列 另外以細節為取向優先的一個 電影工作室系列 第14款的鐵皮呢 當然 各位自己去挑吧 OK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囉 希望各位會喜歡啦 掰掰